美国最近出现一个怪现象 一方面号称自己失业 所以领失业金的人还是很多 另一方面不少行业却招不到人 有一位饭店老板 托帮忙找服务员 但怎么都找不到 甚至都没有人来应聘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美国自疫情以来 就在无休止的发放失业金 所以原来的服务员 他在家闲着都可以领到失业金 有的甚至比上班的时候发的还要多 那我还上什么班呢 那这样的话 饭店就只能通过大幅提升工资来招人 那么也就意味着经营成本的提升 最终结果就是老板原来能招三个人的预算 现在就只能招两个人 这就推动了物价的上涨和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恶化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种没有严格审查的失业金发放 就是万恶之源呢 美国能不能不发失业金呢 你们觉得呢